第416集 霍宇浩道 第一次到你家 我用不用买些礼物送给你的家人 到现在你还不肯告诉我你家是干什么的 可有点不够兄弟啊 你不会是想要等着看我出丑吧 王东嬉戏一笑 对啊 这你都猜到了 真是有点水平 霍宇浩气节道 霍宇浩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可是你的朋友 我要是出丑了 你也没面子吧 更何况 你还要把你姐姐介绍给我呢 要是给你家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我以后还怎么混 王东笑道 行了吧你 放心好了 我家人很好相处的 而且也没有太多俗理 你只要人去了就好 不过 说起我姐姐 那可是我家掌上明珠 我上次回家 就像家人提起过你 这次你去了 估计他们也会对你有一些考察吧 你可要打起精神了 霍宇浩点了点头 那是一定的 我也不比谁差 王东认真的道 你以后要是想娶我姐姐 那可真的要好好表现 我家里人还是很挑剔的 我可给你打预防针了 你别到时候露气 我家人也都是浑士哦 估计在实力方面 也会试探你一下 当然 更多的 还是看你人怎么样 霍宇浩让他说得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再仔细问 王东又不肯多说 他也索性不问了 反正很快就要到了 一路飞行 速度极快 霍宇浩虽然在修为上 要迅速于王东不少 但在魂力的韧性上 却是极强的 否则当初也不能追着王东 费了那么久 两人每飞行一个时辰 就休息一会儿 步行一段路 等魂力完全恢复之后 再继续飞行 有了上次见到橘子时的教训 他们在飞行的过程中 至少也将自己的修为 保持在七成以上 这样用来应变也就足够了 正如王东所说的那样 他的家确实是在天魂帝国 而且距离天魂帝国首都 天斗城并不算太远 远远的一座大山 出现在霍宇浩事业之内 这座山峰不但巍峨 而且看上去山势极为险峻 整座山几乎有三面山壁 都是树枝耸立的 宛如刀靴一般 只有一边较为平缓 但也是相对于另外三面来说 普通人想要攀爬 实在是困难 也只有山势较为平缓的那一边 生长着一些植被 这座陡峭的山峰周围 群山连绵起伏 但群山之中 就算是最高的 也只及其身腰位置而已 云海飘渺 也正是在这些群山之上 缓缓浮动 而那座陡峭的山峰 只是在云海下方露出 云海之上 却是只有穿过云朵 才能看到的了 到了吧 果然是云身不知处啊 霍玉浩赞叹道 看着此情此景 就算是猜 他也能猜出 是要抵达王东的家了 不过 能够把家 建在如此陡峭的山峰之上 他们家究竟是什么情况啊 如此奇景 霍玉浩本身 就是第一次见到了 更别说 这里还有着王东的家 王东嬉戏一笑 要霍玉浩 他们飞上去 不知道这混岛器 能不能飞那么高 霍玉浩却说 应该问题不大 只是飞得越高 对我们的魂力消耗 又会越大 不如 我们飞到三腰处 然后爬上去 会更安全一些 两人魂力全开 直奔了三世 最为陡峭的山峰飞去 果然是望山 跑死马 远处看时 已经觉得很近了 可真的飞起来 却又飞了足有一刻中的时间 才抵达 距离越近 那高峰带给霍玉浩的压迫感 也就越强 那份威鹅 挺拔 仿佛接天连地的天柱一般 洛杉宇缓坡之上 霍玉浩和王东 收起了背后的飞行混岛器 霍玉浩放眼望去 只见云海飘荡在四季头顶之上 仿佛一抬手就能摸到似的 哪怕是这里 海拔恐怕也要接近两千米了 还不知道这云海之上的高峰究竟有多高 会当灵决顶 一栏正山小 霍玉浩只觉得心胸开怀 忍不住放声长笑 销声滚滚 激发的周围云雾飘淡扩散 霍玉浩的双眸 不则觉得变成了金色 冥望着 那激荡的云海 下意识地坐了下来 就在这一瞬间 他仿佛抓住了些什么 自身的精神之海 轻微激荡 竟是自行模拟起了那云海飘荡的景象 沆海乌鸦 这海也同样可以是云海啊 他就那么盘膝坐在那里 目光灼灼地盯视着前方 整个人却是一动不动了 王东比霍玉浩略微落后一步落在山上 霍玉浩突然的变化 他立刻就感觉到了 换了别人 可能会直接催促霍玉浩赶快上山 可他却不会 他对霍玉浩实在是太熟悉了 看着他的眼神 以及感受着他身上的魂力波动的变化 他立刻就意识到霍玉浩出了状况 顿悟 这是老师说过的顿悟吗 王东还深深地记得 当周穆老曾经说过 对于魂师来说 有的时候 以瞬间的明目 要比苦修十年效果更好 顿悟提升的不是修为 而是境界 对于霍玉浩这种精神系魂师来说 境界的提升尤为重要 为什么军临天下 能够帮助他压制住季决臣 就是因为在境界上 军临天下 远远高于季决臣自行所创的 建决 霍玉浩有一位好老师 但穆老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路去指导他 而是帮他找到了适合他自己的路 此时此刻 他突然又出现了顿悟的情况 王东除了有些无奈之外 更多的是为他感到欣喜 在这个时候 是绝不能打扰霍玉浩的 否则错过了这次机会 下次再想要顿悟 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 就这种机缘巧合下的顿悟 才是效果最好的 比可以追求的境界要高得多 光明女神蝶双翼展开 王东调转身形 拍动双翼飘飞而起 直接钻过了云雾 片刻之后 他重新回转 就在霍玉浩身边坐了下来 跟着他的目光 看着远处的云海 有过片刻 一道道灰色身影 下无声息的从云雾中钻了出来 在王东的示意下 远远的围着霍玉浩坐成一圈 这些人看上去 每一个都是精神饱满 年龄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 气血旺盛 一个个目光穷穷有神 一共二十几人 很快就完成了一个严整的阵型 王东要求他们 在这里保护霍玉浩 绝不能让任何人 任何事打扰到霍玉浩 他要去先见一下大爹和二爹 所有灰衣人同时向他攻身行礼 却没有一个发出半点声息 他们全部背对霍玉浩 目光向外 王东就看了霍玉浩一眼 确认他没有任何问题后 这才腾身而起 穿云而去 连霍玉浩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目前所处的这种状态是怎样的 他此时只觉得大脑一片空明 精神之海轻微的滤动着 原本液态的精神之海上 缓缓蒸腾起淡淡的金色光雾 雾气很淡 但却模拟着他眼前的云海 渐渐成形 夯海无牙 无边无几 这一次的精神力变化 虽然不像上次的质变神那么强烈 但带给霍玉浩的感觉 却又是不同 他瞬间顿悟的 用两个字概括 最为恰当 转化 以往他都是直接使用自己的精神力 对他来说 精神力就是一种 和魂力性质差不多的能量 而此时此刻 他却渐渐掌握了精神力的另一种心态 对精神力本身的理解 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精神力和魂力不同 层次要高于魂力 但又不能像魂力那样直接运用 精神力的运转和魂力 也有着质的区别 魂力主要是吸收天地元气为己用 以五魂为根本诞生的能量 而精神力则是灵魂力量的一种表现方式 是任何生物都具备最本源的一种力量 也是驱动魂力的存在 精神之海 有液态到物状 实际上变化并不算太大 因为都是如同水状一般 但这份转化的过程 对于霍运号来说 确实太宝贵了 这就意味着 他渐渐可以去更好的 去控制自己的精神力 可以逐步掌握精神力 与自己魂力融合的方式 而不是一味单纯的 以军林天下去融合 这也会使他在精神层面的领悟更加深刻 从而具有更强大的控制力 王东去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回来了 重新回到霍运号身边 就在他准备在这里一直陪伴他 等下去的时候 霍运号的身体动了动 眼中的金色也随之渐渐退去 结束了 这么快 王东还不知道霍运号之前 一位精神质变 曾经入定过半年之久 自然就不清楚 他的精神力已经质变过 这次顿悟 只是让他对精神力的理解 更加深刻而已 一旁淡淡的白色雾气 从霍运号身上突然散发开来 山峰凛冽 就无法吹动他身上 散发出的这层雾气 白雾缓缓上飘 在他头顶处凝聚成形 画为一朵洁白的大花 霍运号略微抬头 深吸口气 那白色大花 再重新画为一团气流 顺着他鼻筋而弱 嘿 霍运号突然沉默大喝一声 刹那间又是一盘金色光雾 从他身上扩散出来 是的 全身 而不是头部 在这金色光雾扩散的过程中 无论是他身边的王东 还是那些守在周围的灰衣人们 都清楚地感觉到 精神一阵恍惚 周围的一切 似乎都看不清楚了似的 霍运号收敛心神 眼中流露出淡淡神光 那扩散而出的金色光雾 伴随着他额头上命运 遮眼地睁开 瞬间换为点点流光 重新回归 抬起头 遥望头顶上方 那滚滚云海 霍运号双眸大睁 紫金色光芒一闪而逝 这一次没有任何光芒喷吐而出 就只是他那双灵毛 纯粹地变换了一下颜色而已 可是远处空中 云海之内 竟然骤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漩涡急速旋转 连带着周围的云雾 都剧烈地涌动起来 足足持续了十秒左右 才重新被大片的云海所吞噬 哦 霍运号回过神来 眼中尽是欣喜之色 这一次的顿悟 我已令他对自身精神力的掌控更进一步 对他的修炼是大有好处的 精神控制的提升 意味着他以精神力去控制魂力的能力 也会得以提升 良好的控制对修炼速度 自然也是会有所影响 当他惊讶地发现身边这些灰衣人时 立刻就感受到这些人 都在用看怪物一般的眼神看着他 显然他们根本就不明白 在霍运号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王东吃惊地看着霍运号 令霍运号原本刚刚提起的警惕压了下去 没事 我好像突然想明白了一些什么 似乎是老师说过的东吴 霍运号挠挠头也就不好意思地说道 他这一顿无标准 弄得王东紧张死了 还好时间不算太长 霍运号呵呵一笑 机会来了 总要抓住 抱歉抱歉 这些是你的家人 一边说着 他指了指周围这些灰衣人 王东点了点头 他转向那些灰衣人 让那些灰衣人都回去 是 灰衣人们这才第一次开口 声音整齐划一 也没人多问 每一个都显得对王东十分恭敬 各自腾身而起 转眼间消失在云雾之间 看着他们所展现出的速度 霍运号着实是大吃一惊 他发现这些灰衣人的修为 恐怕起码 在于魂王以上级别 那一个个矫健的身姿 可见修为深厚 而且绝不是魂导师 那种用特殊方法提升起来 虚伏不实的魂力 王东微微一笑 有什么意外 等到了我家自然就知道了 咱们也走吧 一边说着 他率先腾身而起 沿着陡峭的山路向上攀登 霍运号不敢怠慢 跟在他身后一直向上 步入云雾之中 王东主动握住霍运号的手道 我拉着你走 在屋里容易迷路 这可是我家的一道防线 一个不好就跌落山崖的 霍运号呵呵一笑 你忘了 我倒是不太需要用眼睛去看路的 王东也笑了 你施展精神探测试试 你那精神探测也不是万能的 霍运号听他这么一说 顿时有些不服气 他刚刚对精神力再次有所顿悟 正是自信心极强的时候 立刻施展出了自己的精神探测 去感知周围的地形 他这一感知标记 顿时把自己吓了一跳 因为他吃惊的发现 在自己的精神探测之中 周围的一切都是空空如也 竟然是什么都感受不到 连他自己和王东都无法探测到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